主席 我們有請 柯次長 還有我們亞太斯州副市長 大訊 請問市長跟市長 這個 報載這個 日本政府已經決定在 年底前跟我們 開啟這個已經中斷 三年多的台日漁權 的談判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現在交涉的 情況尤其是 沈代表已經到了日本了 是 報告委員 沈代表在10月4號晚上 就已經離開 我們台灣回到日本去了 那我相信他 外交部給他的 這個重要的指示之一當然就是 趕快去談一下去協調一下 我們這個第17次的這個 漁權會談啊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啦 或者他的內容到底是要談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會不會希望在年底前 來這個 就是進行這個正式的 漁權的談判 以他目前日本的 政府啊 也某種程度啦 雖然解讀不盡相同啊 認為釣魚台 這個事件啊 某種的懸案嘛 那是不是已經構成了我們可以跟 日方啊 盡快來啟動漁權談判 是包括我想盡快就是我們期待 希望能夠盡快了 因為現在看起來 雙方面都有這個意願呢 能夠盡快來來談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會認為呢 他的內容呢會比 日期呢更為重要了 因為過去16次呢都沒有 談出一個比較好的結果來 那這一次是不是請我們那個雅太師 你可能比較清楚啊 目前在內容上日本 比起以前的漁權的談判啊 這一次是不是有實質上啊 表達一些善意啊 法委員 有關於那個台日第17屆 漁業諮商跟談判 現在部裡面是請我們雅邪秘書長 也就是外交部 我們黃參事來主政 是不是能夠請委員跟主席同意 好 那請我們黃參事 是謝謝 來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關於這個第17次台日漁業會談啊 現在日方他已經三次提出希望 儘早開啟這個談判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需求 這個現在我們國內方面啊 我們現在外交部正在跟漁業署 來這個磋商這個舉行的時機 還有這個地點以及這個議題 那我們的態度是怎麼樣 這個 這個一個是時間嘛 一個是內容嘛 內容很重要嘛 在內容 另外時間呢 時間的話 這個 這個我們是希望能夠在今年以內 趕快舉行完畢 內容有沒有比較具體 我們希望日本要表達善意 不是講講就算了 是 就是講什麼懸案 然後漁權如果進行下去談判 又跟前面一樣 是不是有實質上有感受到 他們在談判的項目上啊 比起過去 有一些啊 這個啊 大的空間出來 就是浪步的可能 是 現在因為在這個 台日之間的漁業問題啊 主要 正前是在這個重疊水域 台日重疊水域的這個 我們漁船的作業問題 關於這一點啊 日方以前啊 他都不太願意跟我們談 可是呢 這一次啊 他表示啊 他願意跟我們磋商這個問題 來劃定一個我們漁船啊 可以這個接受的範圍 好 那麼當然 啊 獨漫新聞也有提到了 喔 當然 日本方面 一方面當然涉及到釣魚台的資 但他也知道釣魚台是引發了 在這個 亞太地區的 各國的 反應 那包括說 他們有一些 也考量到說 必須要改善台灣的關係啊 來防止台灣跟中國在釣魚台問題上聯手 在這個問題上 是不是請我們 次長 能夠回應一下 就是日本的 他基本上要 重新開啟這個 漁權的談判嘛 但是 大家也了解 因為這個 涉及到 亞太地區啊 包括台日美 中國等等的關係嘛 那這個 你們掌握的狀況是不是 也有這樣的一個考量 在背後 日本要加速 來啟動我們 台日漁權的談判 我想日方怎麼想呢 事實上呢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幫他來作答啦 但是呢 我們基本立場是 我們並沒有要跟 中國大陸來聯手呢 合作呢 來跟日本談這個事情 事實上呢 因為釣魚台還是我們的主權嘛 所以我們呢 是依據我們自己的需求 依據我們漁民的需要 我們希望呢 能夠直接跟日本來談這個事情 那漁民現在的需要 是 態度是怎麼樣 對我們政府是希望越快 來啟動 啊 因為 這部分當然 就是說 漁業署在主政啊 不過從 整個這個釣魚台 獵魚的這個事件 到現在的發展呢 呃 是沒有問題的 好 我會問這個問題 我多次的質詢啦 包括最近 呃 其實 公開的 美國在1970年代初期的 一些秘密檔案文件也都表達 就是說 其實 呃 中國方面 在釣魚台事件有一個戰略的目標 是希望能夠啊 呃 能夠 來 呃 就是 某種程度啦 啊 來製造台日之間啊 比較大的一種 啊 啊 衝突的話 會比較符合啊 他在這個區域的利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裡面除了主權 漁權也涉及到安全 啊 各方面的一個 啊 台日關係的發展 所以 這個事情如果雙方面都有這個方向 啊 那我們也提出我們的訴求 啊 那他也表達了 一定的程度就是 啊 用懸案來表達 雖然這裡面還有很多解讀的空間 但是在漁權上面啊 啊 我們如果跟他 啟動的時候 我們當然希望實質上能夠 談判的成果 是對付我方有利 可是這個談判的本身也 某種程度啊 也會傳達一個訊息給 給包括美國 日本 我們在這一個所謂的 喔 中日 日 之間關係啊 我們不是只有 啊 這一個 啊 對日本的 一個強硬的立場 事實上 我們還是有一些共同的 安全上的利益 所以這個是我現在想了解 就 所以 外交部應該有這樣的一個安全戰略的考量 是 報告委員 我想 美國跟日本的都是我們很重要的門幫 所以 事實上呢 我們跟日本的 雖然有 目前有這個釣魚台這個問題的爭議在呢 但是呢 我們呢 是希望呢 能夠透過一個這個 非常具體的這個 漁業諮商談判呢 能夠把這個漁權的問題解決 那當然呢 我相信在談判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呢 也希望能夠注意到這個安全的問題 就是 就是 某種程度安全合作 是 或者說 某種程度也可以讓台灣可以更 大的一個參加 大家 在西太平洋 亞太地區啊 其實是以 美國啊 美國啊 包括美日安保啦 還有這些雙邊多邊的關係 能夠讓台灣啊 在 就是 多邊的關係上 能夠有參與的角色 是 或至少如果像釣魚台事件 我們是爭議的一方 一定要尊重我們 是 這也是我們的一個 應該要達到的目標 如果這個樣子 我是覺得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面啊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高度啊 不要陷入到最後變成這個關係 如果最後又緊張 或最後有一些啊 就是難以復原的地方 是 好 那麼請那個我們 這個 黃參士回去 我再繼續問一下剛剛 因為 有提到這個 台灣跟巴拉馬的關係啦 那我過去 也在 政府服務的時候 隨行 不管是總統或副總統 或行政院長 去訪問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 確實有它很特殊的政治生態 那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 所謂圓外 的這個計畫 那麼 就是 我 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這個 這個關係 我們跟這個 馬丁內利總統啊 因為我 先前跟他副總統 的關係 引起了一些 誤會也好啦 或是緊張也好 那麼後來他也接見了我們的 大使 周林大使 那這裡面有沒有我們新增的元素項目 在這個期間 報告委員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就是沒有 如媒體講的有加碼外交 沒有 沒有承諾 沒有 那在近期內也不會出現 新的項目 我們有的就是 就是 就是 本來就在跟他商談的一些合作計畫 但是 從來沒有所謂的加碼的這個事情 就是本來就在商談但加速 不是加碼但加速 本來 本來在談的事情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 談 談好以後我們這些合作計畫 本來有承諾的合作計畫 就是可以進行 然後 可以加速來進行 對不對 可以有政績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今年 本來在談的一些合作計畫 事實上到現在都還沒有進行 換句話說 其實現在已經是延後了 所以加速來進行 這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加碼 好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書面的 就是說 部分 就是在對巴拉瑪的外交援助上面 一些項目跟數字 因為我也會發現說 這個 今年的機密預算是16億 明年好像降到9億 那我也發現好像有一些項目是因為 有一些預算是項目啊 編在不同的項目裡面 那麼 所以 這個 這個部分 因為你說我國園外計畫 包括社會基礎建設 經濟基礎建設 永續發展跟其他 那機密預算就是在這個 之外就對了 完全在這個之外 對 完全在這個 包括這裡面的都是我們一般的 那是不是把以前原來機密的項目 有一些放在非機密的項目來編列 不然 減少這麼多 沒有啊 事實上就是有一些計畫呢 我們 在透過跟對方政府的磋商過程之中呢 有一些計畫我們認為是 應該可以放在這個 公開的這個預算裡面 這種 其實就是把原來機密預算的一些項目 可以公開的把它放在公開的部分 最主要是這個 不是說 絕對數字的減少 是 那麼大 事實上整個也減少了 整個也減少了 減少了 減少了 我問一下 像我們對甘比亞 我們的援助裡面 也有包括那個巡邏艇跟武林機槍 這個是放在什麼項目 包括委員 這部分其實還是是機密的 機密的預算裡面的 那 巡邏艇這個也放在機密裡面 是 那 那個報載說 這個巡邏艇現在根本不值 這個幾十萬 但是剛才運費就上百萬 是 因為 包委員 因為這部分是機密預算 不過 我會認為說 這個運費 是不是因為 因為 整個這個計畫 它 從我們這邊 要走到甘比亞去 可能是需要有一些 所以會不會這樣子 所以會不會這樣子 所以有這樣子的預算 但是 但是這樣子執行 機密預算我覺得 國人也不能夠接受啊 就 送人家東西 也要送可以用的嘛 是 然後就是我們不用 或者改裝 然後結果運費比 這 變成當公的車就對了 變成有一點這個二手禍 這個說實在的也是 我覺得外交部在處理這個 機密預算的項目上面 怎麼樣就是實實在在的 能夠產生援助的效果 這個是不是也能夠檢討一下 對這些項目的 實際上發揮的功能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